当年黄维德陪上星途解入依能静跟哈林,如今俩人早已没开二度再组幸福家庭,但她却。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宇成庆和依能静曾经有过一段婚姻,二人共同育有一字。 宇能静甚至化名吴静一位宇成庆写了很多歌词。 其中春仪这首歌就是宇能静为她们的爱情而做的,那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对金童玉女能像童话般结局一样美好。 然而2008年,有夫之妇的依能静与演员黄维德被抱牵手门,两人的形象敬灰。 作为小三的黄维德更是被众人指责,然而在舆论面前,两人始终没中置关系。 2009年,依能静正式公开离婚讯息。 不过,即使黄维德破坏了哈林的婚姻,最终也没和依能静走到最后。 而如今成为依能静第二任丈夫的是比她小十岁的秦浩。 因黄维德插足导致离婚的哈林如今已与主播妻子造人成功。 反观黄维德,这些年背负千万巨债,近五十岁也依然未婚,且演艺视野也一直不见什么起色。 直到前两年评级《狼牙榜》的欲望艺角色才重回大众视野。 最近,黄维德晒出自己进来照片,照片中的她们有一丝皱纹,看注意点都不像五十岁的人。 有网友评论,大叔变鲜肉。 但也有网友评论,辟宜得太明显,很做作。 不管怎样,既然依能静和哈林都已经找到各自的幸福,那我们也希望黄维德能安好吧。 黄维德,台湾男演员。 男歌手出身的黄维德,2000年起,与凤凰亦能签约,逐渐成为民事李胖的当家小生。 2004年末,经由经纪公司赴中国大陆拍摄自林语堂著作改编的精华燕云,饰演孔丽夫。 2006年正式在中国大陆签约。